相信生活中很多女生都跟我们一样 常常是穿搭好了整身衣服 临出门的时候 却不知道全哪双鞋伤透了脑筋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我们戏曲舞台上的鞋子 是怎么搭配使用的吧 我们先从这双最百搭 最常见的通勤款开始讲起 这双鞋叫彩鞋 那么它是我们戏曲舞台上 最常见的古代女性 所穿着的鞋子了 大家看到了 它的形质 跟我们今天女性常穿的船鞋很像 非常的舒适 所以它是百搭 而且它无论什么身份 都可以穿这双鞋 这双鞋是我们淡行演员 穿的最多的一双鞋 也有很多女孩会喜欢那种酷酷的鞋子 戏曲舞台上也有这样的鞋 怎么样 这样的短靴够酷吧 这双鞋在我们戏曲里叫薄底 大家看到了 它的形质其实非常像我们今天女性 常穿的那种短靴 其实我今天穿的也是这样的短靴 我们再来看一款气质的 这双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电视剧里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 穿着旗袍的一定会搭配这样的鞋子 这种鞋呢 还有另外一种形质 是这样 它们在我们戏曲舞台上都叫旗鞋 但是大家可能看到了 这两双鞋的鞋底有点区别 这一双呢 它的鞋底很像一个花盆 所以叫花盆底 这一双呢 叫元宝底 花盆底一般是比较年轻的女性穿的 那么元宝底呢 是年长一些的女性穿的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 穿上这样的鞋子一定特别累 其实啊 这样的鞋子刚开始穿的时候 可能会有不习惯 但是跟我们今天女性的高跟鞋相比 恐怕还是会省力一些 因为它更像我们今天高跟鞋里的粗跟鞋 所以既想要气质 又想要舒适的女性 一定不能错过哦